不敢相信,这样的丝瓜竟比皮霜还多 赶紧看,那么苦味丝瓜真的比皮霜还多吗? 我们又该如何规避这样的危险呢? 注意,前面新闻中说苦味丝瓜读过皮霜的说法并不太确切 除了务实苦味丝瓜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外 曾经还有因大量服用苦葫芦瓜水导致多几冠衰竭的案例 由于我们仅品口常无法区分苦味丝瓜是否有毒 所以如果吃到发苦的丝瓜 千万记得赶快吐掉 然后把没吃下去的苦味丝瓜赶紧扔了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苦瓜的苦味来源于一种叫做苦瓜干的物质 这种物质是无毒的 而一些不正常的发苦极有可能就是有毒的 譬如丝瓜、黄瓜等的发苦